人类的遗传 加上的是人类的遗传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今天会先把一个重点做说明 题目的部分可能会上不大道 不过我尽量试试看看 好了人类的遗传 第一个我们先介绍的是血型的遗传 血型 人类的血型很特别 他有所谓的A型B型跟AB型 那血型的遗传呢 AB AB OAB 有这四种血型 没错吧 有A型 B型 O型跟AB型 那这四种血型呢 他控制的血型的基因却只有三种 分别就是IA IA呢 他是一种A型的显性 那IB呢 是血型是B型的显性 还有一个是小I 小I针对的是一种隐性的基因占 那我们再把那个血型 跟基因型的配对 把它完整的写出来 让你更容易懂 那上面这边呢 写的是血型的表现型 就是你去验血的时候 验出来什么型的 就是他的表现型 底下是他的基因型 就这个血型呢 他可以怎么做配对 叫基因型 那我们分类呢 分为有A型 B型 都写出来 A型的表达方式 B型的表达方式 没有C型 不然叫O型 O型 还有个AB型 好 要表现出A型的话呢 他的血型的配对 是由一种等位基因 这一对控制的 所以呢 那个 等位基因 如果是IA 的话 他就一定是A型 那如果他是一个IA 小I呢 也是A型 因为这个是隐性的基因 所以A型的基因型有两种 IA 跟IA小I 那B型就会啦 所以B型的基因怎么样 也是两种 一种是IBIB 一种是Ib小I 这也是B型的一种表达方式 所以B型的基因型有两种 跟A型的方式很像 那O型的话就一种 叫小I小I 比如说那O型很弱势啊 其实未必哦 你会发现 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是O型 亚洲人很多都O型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O型算是蛮多人口的 好 那AB型的话呢 就一种 就是IAIB 也只有IAIB 才会是AB型 因为同时都是显性 所以这两个遇到 就是AB型 这两种隐性的 遇到是O型 那这边都是怎么样 A型的表达方式 这样容易懂了 这是我们的血型的 一个表现型 跟基因型的配对法 这更没问题吧 OK 好 我相信你懂了 好 那懂了之后还没完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基因的配对呢 会有什么情况跑出来 好 这个你有记熟 应该蛮好记得 我把他插掉 来 为什么 A型跟B型 生出来的小孩 他们家什么型都会有 这有可能发生吗 有可能说 妈妈A型 爸爸B型 他生出来的小孩 四个小孩血型都不一样 有没有可能 答案是有可能的 怎么说你看 如果今天父亲他是A型 然后母亲他是B型 那父亲的A型呢 他是属于这种型 叫做IA小I 父亲是IA小I 母亲的B型是IB小I 就我们在配对的时候发现了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这一对夫妻啊 他生出来的小孩 四个血型 有可能都不一样 有可能的 来我们配对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 来 父亲是IA小I 对 IA小I 母亲是IB小I 就我们在配对的时候发现了 第一个位置是谁啊 AB型的 叫IAIB 也不能写ABIA 所以A要先写 是AB型 这个位置呢 他是IA小I A型的哦 这个位置呢 他是AB小I 这B型的啊 这个位置呢 就是O型的 所以你会发现哦 怎么这样子 爸爸是A型 妈妈B型 就全家四个小孩 血型全部都不一样 有A型的 有B型的 有AB型 有O型的 这个是合理的哦 这样有问题 OK哦 那我们再看哦 那 AB型跟AB型的在一起 他的小孩会什么情况 我们来配对一下 研究一下来 AB型的哦 这是AB型 这个呢 这也是AB型 就AB配AB AB配AB的时候呢 会有什么情况呢 第一个 这个位置 IAIA A型 这个位置 AB型 这个位置 AB型 这个位置呢 是B型的 结果你发现哦 AB型配AB型 生出来小孩有没有AB型 有AB型 但同时哦 也会出现 A型跟B型的小孩 是不是很特别 所以用这方式呢 可以判别出来说 他们小孩 有没有可能是 血型错误的状况 比如说像这样子哦 O型跟AB型 会生出O型的小孩吗 O型跟AB型 会生出O型的小孩吗 来我们看一下哦 比如说这个是AB型 就是IA跟AB O型 O型就是小A跟小A 我们从那个血型的配对去看哦 AB型跟O型 会生出O型小孩吗 所以你发现会不会 答案就是 不会 而且呢 会出现什么情况 会出现说呢 他们的小孩 是A型跟B型 是不是各一半 这个是A型的 这个是B型的 A型B型的小孩 的几率是各一半一半 所以AB型跟O型生出来 不会有O型 不会有O型 也不会有AB型 就变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那个血型的判断 血型的配对 会知道说 他的下一代的血型 会有什么情况下 所以常有人说 夜写之后发现 是不是有些问题哦 怎么他的血型 好像不会是他们家里出来的 他就怀疑说会不会是 血型验错 或者是说 当初有什么误会这样子 好 真的是那个血型的遗传 这样有问题 OK哦 好了 这个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介绍那个所谓的性染色体哦 就是性别的遗传 我们的性别呢 也是透过那个 就是减速分裂之后呢 所传留下来的哦 那首先呢 我简单的画一下 因为我们的人的体细胞呢 一共有23对 46条染色体 其中呢 第23对 它可以决定性别 所以我们称之为性染色体 在第23对 一共23对啦 就最后那一对 我们称之为性染色体 那决定生 决定是男生的性 样式的时候呢 这个性染色体 它会是X跟Y 就是男生哦 如果是XX的话 就是女生 所以我们会用这X跟Y 代替男生体细胞 SS代替女生体细胞 也就是说哦 我刚刚说人体有23条 跟这23对46条 所以这23对呢 其中这一对是性染色体 所以男生体细胞呢 它是44 加XY 女生是44 加XX 这指的是体细胞 体细胞就是贩子啊 所有的什么肌肉细胞 神经细胞 皮肤细胞 包含像筋母细胞 乱母细胞 都称之为体细胞 因为我们的人体染色体啊 一共有46条 所以44条是其他的东西啊 后面那两条 专门控制性别的 叫性染色体 所以44条加两条 46条 女生也是啊 44条加两条性染色体 一共46条 所以这个是男生的 这个是女生的 我写它性别好了哦 这个是男生的 男生 男生性染色体是X跟Y 那女生的性染色体呢 就是XX 那在做减速分裂的时候呢 好 第一个他会先Double 染色体复制一次 然后再连续 细胞分裂两次 所以减速分裂之后呢 这个男生的体细胞 要画四个了 现在简单画两个了 会变成22加X 跟22加Y 因为减速分裂 44减半变22 X跟Y拆开X跟Y 那女生的话呢 她的这个 卵母细胞呢 变成卵细胞的时候 一样减速分裂 所以44 变成减半22 XX拆开之后呢 一样是XX 所以你看哦 上面这两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 那个是金细胞 所以金细胞怎么样 有分为X细胞跟Y细胞 就是含有X基因的细胞 跟Y基因的金细胞 对不对 那卵子的话呢 都是XX的 卵子都是XX的 所以当那个受精卵 形成的时候 要生男生女 是谁控制的 你会发现 是男生的金细胞 在控制生男生女 怎么说 如果这个X细胞 遇到女生X的卵子 凑在一起 生出的就是女孩 女儿 如果是男生的Y精子 遇到女生的X 生出来就是男孩子 所以 生男生女的基因的控制 是不占女生本身 而是男生的精细胞 这样有清楚吗 我现在讲解这个 就是我们60页底下 那个情况 所以呢 在正常合理的情况下 我们那个 生男生女的配对 它也就是一半一半的 比如说这是精子 S跟Y 对不对 卵子有XX 所以生男生女的配对下 你会发现 机率怎么样 它是一半一半 生男生女的机率 是一半一半的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这边讲的是那个 性染涉体的部分 好 那关于题目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安排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再来做详细的解说 那其实后面的题目就不多了 课程也不多了 很快就可以把它上完了 好 那我们今天是到这里了 拜拜